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古代 在中国自古以来 教育就是家庭和社会的纽带 教育是家庭和社会的纽带 家庭 家教 我们说一个人有教养 一个人有家教 有家教的人 他是善于维系自己家庭的纽带 那么社会也是这样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 有家教的人到社会上去 是受人欢迎的 所以他又是政治生活的核心 这个教字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按照许胜的所文解词 从孝从文 左边一个孝字 右边一个文字 许胜的解释是 上所诗 下所孝也 上面命令你干什么 你下面就跟着来 孝就是仿孝 仿孝跟孝顺的孝 在古代是通用的 对玉字的解释 就是养子使作善业 你养了孩子 玉嘛 养玉 养子使作善 你养玉 你要使他变成一个好人 这就是玉 你如果不使他变成一个好人 你这样生了他 那也不叫做玉 按照端玉才的解释 就是玉字上面 玉字上面是一个 倒写的子子 一个子倒过来 那就是玉 下面是个肉 肉就是从肉的阴 上面的子是从它的玉 端玉才说 为什么是个子子呢 就是说不善者可使作善业 就是倒写的子子 这个儿子 儿子在娘母胎里面是倒着的 那么生下来以后呢 你如果搞得不好 他还是倒着的 他倒行逆施 他不听话 那么你必须把他挣过来 所以这个玉的意思呢 有一种教的意思 教育的意思 就是使不善者可使作善业 不善的人 你可以把它变成善 不善的这个儿子 你可以把它变成善良的 显然教育在中国 首先它是家庭教育 也就是长辈对晚辈的上师下校 按照这个许盛的说法 垂直式的一种训誉 教育就是一种垂直的训誉 从上而下的一种训誉 社会的教育呢 也是围绕着家庭教育而建立起来的 而家庭的教育的核心就是孝 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在 中国传统儒家的经典 基本教材 儒家教育的基本教材就是孝经 孝经 我们现在国学要从娃娃抓起 从小就要孩子们去背孝经 那其实是很难懂的 那你不管它 先背下来再说 孝经其实就是教经 因为孝 孝本来这边就是孝字 它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点 而扩展到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其实也是家庭教育 是大家庭教育 小家和大家的关系 中国的教育 所以可以把它归结为 本质上是一种孝的教育 孝就是孝 就是孝你成孝 这就是孝 所以在孝经里面 到处都是以孔子的口来言说 教育的道理 比如说开篇讲的 子曰福孝 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孝它是得之本 是教之所由生 教育是由这个地方生长起来的 这显然是来自于论语中的一句话 论语中 游子曾经讲过 它是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 孝地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孝地是人之本 君子要物本 本末关系 你不要搞颠倒了 你要抓住根本 抓住根本 道就产生了 孝是道的根本 也是人之根本 仁义道德的人 孝地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那么孝地为什么就是人之本 就是德之本 就是道之本 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大本呢 游子是这样解释的 它说其为人也孝地 而好犯上者 嫌疑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也 就是说一个人 为人如果孝地的话 很少看到他犯上作乱者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是为之有也 没有这样的 一个孝地之人 他是不好犯上作乱者 这是论语里面的游子的一段解释 但这个解释呢 只是从后果上来解释 最后 如果孝地的话 结果是很好的 就是大家都很孝顺 就没有人犯上作乱了 有种教化作用 那么到了孝经里面呢 就产明了其中的道理 论语里面还没有讲道理 他只是讲了一个孝项 孝经的产明了其中的道理 为什么孝地就不好犯上作乱呢 孝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君子是士亲孝 故忠可疑于君 君子如果对亲人孝地的话 那么你对君王就可以忠 孝和忠是连着的 故忠可疑于君 忠就是转移了 可以把忠转移到君王身上去 本来是对你父母的孝 你可以把这个孝转移到君王身上 那就是忠 他说士兄弟 故顺可疑于长 对你的胸 你做弟弟的 你表示恭敬 那么你这种顺 你可以移于长 就到社会上去 对于长辈 你都可以像对你的父兄一样的 这个尊敬 接着讲 居家里固质可疑于官 孝地你在居家的时候 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呢 就可以一切都打理得 紧紧有条了 和谐 家庭里就和谐了 那么这种志 这种大志 家庭里面的自家 你可以移于官 可以转移到当官的方面去 如果你有一天当了官 你是个孝地之人 那么你就可以治理一方 就像治理你的家庭一样 这个官本位就出来了 自可疑于官 所以他讲 圣人因言以较尽 圣人呢 根据这个言 言就是这个 父母对你的这种态度了 言家管教了 那么圣人呢 根据父母的这种 言家管教的这种方式呢 来教导老百姓 叫什么呢 叫尽 教导老百姓要尽重 这个当官的 尽重长辈 尽重 上面的人 所以圣人因言以较尽 因亲以较爱 这个圣人有软的一面 也有硬的一面 硬的一面呢 就是因言以较尽 软的一面就是因亲以较爱 就根据这个亲亲的关系 亲人的关系 亲人那是很温柔的 那么圣人呢 用亲人的关系 慈爱的关系 来对待下面 教爱 教老百姓要慈爱 要互相和 和 和 互相爱护 他说 圣人之教不输而成 其正不言而至 其说因者本也 圣人之教 什么是圣人之教 不输而成 就是他不必板着脸孔 而能够成就 能够完成 其正不言而至 他的政策 不是那么很严厉的 但是呢 他能够做到天下大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所因者本也 因为他根据的是根本的东西 是道之本 得之本 其所因者本也 要抓根本 什么是抓根本 就是要抓孝 抓孝帝 所以 孝帝可以比 转变成 忠君 忠是更高的孝 这就叫做 一孝 作忠 一孝 作忠 你把你在家庭里面 孝 把它转移到 社会上去 那就成了忠 一个人在家里 对长辈 服从惯了 到社会上去 对有权有势的人 也就会习惯性的服从 不需要威和 也不需要武力强制 也就是说 孝可以培养人的 顺从性 顺从 也就是奴性 但是孝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人的自然本性 按照儒家的说法 像孝经里面讲 天地之性 人为贵 人之行 莫大于孝 孝经也是人本主义的 我们今天的国学讲 中国儒家是人本主义的 孝经就是这样的 天地之性 人为贵 而人为贵贵在哪里呢 人之行 莫大于孝 他说 父子之道 天性也 君臣之义 父子之道 君臣之义 都是天性 他说 父母生之 序母大言 君亲临之 后莫重言 父母生的你 这个是延续人类社会 这是要靠他 那么君王 亲自治天下 后莫重言 有恩 这个恩德 厚重 所以 父孝 天之今也 弟之一也 先王 见教子 可以化名也 故 先之以博爱 而名 莫以其亲 先王 看到了 姚顺 姚顺就是先王了 姚顺与汤 都是先王了 他们看到了 教可以化名 可以教化老百姓 故先之以博爱 首先呢 就是 施加博爱 注意这个地方 提到博爱 博爱 而名 莫以其亲 就是说在民间 老百姓那里 没有看到 这个双亲 被遗弃的 就是你 孝顺嘛 你就会 赡养老人了 民间就没有 没有 莫以其亲 就没有那些 老人 无所养 没有养的情况 就不会 存在了 所以 先王看到了 人的自然本性中 这样一种 天经 地义的属性 才因性 施教 把孝 提升为 社会生活中 最基本的法则 这样一来 孝就放大成了 整个社会的 一种政治体制 这一点 孟子表述的 非常的直觉 他说 善政 不如善教 之得民意 善政 就是一个政策 善的政策 好的政策 不如好的教化 之得民 得民就是得民心了 一个政策 能不能得民心 善政 当然可以得民心 但是善教 更能够得民心 他说善政 民为之 善教 民爱之 善政 得民财 好的政策 老百姓都会把 这个 钱财 财富 集中到 你的政府里面来 善教 得民心 这更重要 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理论上 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 老百姓拥护 那么这个政治体制 就有合法性 但是如何得民心 要靠善教 如何善教 要靠 教民成效 教老百姓 成为孝顺之人 然后由孝而忠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忠其实就是大孝 忠就是以孝顺的心态 来示君 来为君王服务 来把君王看作 伟大的父亲 比如说 我们文革中 跳忠志舞 跳忠志舞的时候 唱的是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席亲 就这种心态 这其实很传统的 你不要以为文革 把一切传统都破坏了 不是的 文革是中国传统中间的 很多东西的一场伏辟 犯难 一场大犯难 当然在明规则上 文革否认了一切儒教 批灵批孔 批判孔子 但是在潜规则上面 是儒教的伏辟 但是上面讲到博哀了 这个先王 先之以博爱 故而民莫以其亲 讲到了博爱 但是我们要分析 孝经里面所讲的博爱 其实并不博 我们知道 儒家讲爱 仁者爱人 但是这个爱是有差等的 爱有差等 不是人人平等的爱 所以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爱的 所以孝经里面也讲到 他说 故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 你如果不爱你自己的亲人 而爱别人 那就是贝德了 他说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贝利 你首先要敬你的亲人 你的父母 你的双亲 你不敬双亲 而敬他人 那就是贝利 所以这两者呢 是不可等同的 敬爱他的亲人 和敬爱他人 这两者不能等同的 而是有先后 有礼数的 所以礼数 它是有一个 数字关系的 有一个层次关系的 这个第几层 这个父母是第一层 然后兄弟姐妹是第二层 然后是其他的亲戚 第三层等等 可以算出来 我们通常讲 一个孝子在农村里面 要去磕头 要去匹马带孝 他都按照传统的 他都有规定的 五福之内 应该怎么样 五福之外 又应该怎么样 他是不能等同的 所以博爱在这里讲的 只是人人皆有之爱 比如说名莫一其亲 在社会上 每个人的父亲 都得到赡养 都得到爱 人人皆有 但是呢 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人 平等的爱 这里头没有平等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父母 首先爱自己的父母 每个人能够做到 首先爱自己的父母 所以天下的父母 都能得到善养 这就是博爱了 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 他不可能 首先爱别人的父母 他首先爱自己的父母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他其实还是私爱 他不是博爱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理解的博爱来说 人人平等之爱 那就是 那才是博爱 这古代的莫子讲 兼爱有点类似于 我们今天讲的博爱 但是儒家讲的这个博爱 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博 那么这种爱 实际上是家庭的私爱 每一家都只顾自己家里 首先只顾自己家里 顾好了自己家里 其家 然后才能自国平天下 那么这里就有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每个人的私情之爱 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的 但在现实中 你有你的亲人 他人也有他人的亲人 你要优先自己的父母 别人也要优先他人的父母 那就会遇到一个客观上 究竟谁优先的问题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父母 所以即使每个人都讲孝道 也免不了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混乱 就是各为其家 争先恐后 各家各户争先恐后 互不相让 这个是人家说 中国人一盘散伤 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盘散伤 各为其家 家庭是团结的 但是社会是混乱的 社会是混乱的 每个人都想比别人优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由谁来裁定各家各户的先后呢 各家之亲 每个人家里都有他的亲人 都有他的双亲 那么谁来裁定他的先后呢 这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家之上的大家长 也就是一个父母官 他以大家的名义 在各个小家之间摆平了先后 就是说我们在以前的农村都是这样的 农村里的组长 当最新的人家庭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 找组长 组长是一个氏族的权威 他可以以大家的名义来摆平 你们各家互让一点 由他来裁决 在这方面你吃点亏 顾前大局等等 然后他可以摆平先后 又仍然是维护了孝的根本原则 因为他还是一个大家长 他还是大家长 这是组长起的作用 那么在不同的姓氏之间 张家李家 张姓李姓之间 那组长解决不了问题了怎么办呢 那就必须要请县官 或者是以前的保长里长县官 这些官员 县级官员 他们来处理 张家李家打起来了 泄斗了 他们有世仇 有的神子事实在在有世仇的 他始终既得 哪一年哪一年 你们打死了 我们成为一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组长不起作用 组长要维护自己的家 于是又要请县官出来 县官是父母官 那么县官出来 他当然是官方的了 他不是家族的 他是超越一个性之上的 他是官 所以他呢 代表的是这个帝王 是君王的权威 但是呢 他仍然具有一种孝的意义 有一种大家长的意义 就是说 我们这个中国人都是一家 或者我们某某县的人都是一家 我是家长 那么你们大家各家互相 各个小家各个姓 要互相让一点 他有这个出任这样一种调解人的角色 这个时候校呢 就具有了中的含义 在组长 国公 淑公那里呢 校呢 还不具有真正的中的含义 到了县官那里呢 就有了中的含义 但是县官仍然是以大家长的身份出现的 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 县官跟当地肯定没有血缘关系的 这个在古代从秦始皇以来一个传统 往往就是异地做官 你不能在本地做官 你要到别的地方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地方做官 你才能够调和各家各族的 各个家族的厉害关系 你如果在本地做官 那就摆不平了 你是姓张的 那你当然维护姓张的了 所以要异地做官 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 异地做官以后 他不是这些姓的 但是他仍然是大家长 仍然是大家长